仙有鸡还是仙有蛋 关于仙有鸡还是仙有蛋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百年 那么到底是仙有鸡还是仙有蛋呢 鸡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六处之一 在人类的历史上很早就有了鸡的记载 根据国外研究发现 在霸王龙、暴龙等化石中 含有的蛋白质结构合积类似 同时鸡类共同的祖先 食祖鸟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的 在环境演化过程中 随着冰川时代的到来 恐龙的体型变小 表皮开始长出毛发 经过长期的演变 逐渐进化成了各种飞行走兽 根据这一思路可知 鸡的祖先是恐龙 而恐龙是卵生的 可以说是在鸡还没有出现之前 鸡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生蛋了 所以应该是先有蛋后有鸡 明镜需要您的使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